本来我在做这件事情之前 可能我的预设是一种 对国家主义叙事的一种单一的批判 但是我见到了他们一个个人之后 我会觉得他们对自己的劳动 对自己曾经的这些修建 是非常有认同感和自己的理解 比如说他们会说 这条铁路是我修的 这座桥是我修的 但是对比现在 其实我在梁山里面是认识了一个遗族青年 他的家人都在东部修建现在的高铁 那现在的高铁修建基本上不怎么需要人 但需要一些零工 做一些简单的重体力活的零工 都是全机械化的 那他们其实是不会对自己的劳动 和他们的修建 有以前的工人这样的认同感 和归属感的 大家好 我叫瑞兰心 我这几年是在全国各地 寻找一些修建过半个世纪前的 成坤铁路的一些老工人 然后也在做 关于这条铁路的相关的口述调研 还有拍摄 那其实我博士期间的研究呢 就是关于中国八九十年代的 这些废墟影像 所以在这几年之后 我在西南地区一直在找三线建设时期的 这些废墟和工厂 我就发现这些已经衰败了的基础建设的这些遗迹 好像特别地吸引我 它可能跟我的成长经历有关 那我家人其实都是铁路单位的 然后我成长于一个湖南衡阳的这个铁路大院 然后这个大院往外望 其实就可以望到一条铁路线 也可以听到火车的声音 这个院子的墙外呢 其实就是我几乎小时候完全听不懂的这个湖南口音 但在这个墙内 像我们这群人 在大院里的人都是说西南话 也就是四川和贵州的居多 我爷爷奶奶家其实也是住在铁路沿县 离我家大概有八公里远 在这个京广县的旁边 当时还没有这个这座围墙 我爷爷他其实是从六十年代就开始修铁路了 当时是在中苏边境修一条军用的专线 1964年就是大三线建设开始 那个时候他所在的这个东北铁路局 就抽掉了很多工人 就前往大西南进行这个西南铁路建设的支援 我爷爷刚开始去贵州到的是水城 其实也就是现在的六盘水 修这个水城的火车站 我父亲也是出生在这个水城的工地上 那在这个之后呢 他就修了几十年的铁路 最后是在他最后修建的这条京广县的旁边 跟奶奶定居了下来 真正的开始这个陈坤工人的寻访 是因为我的外公 那我外公是26岁就开始修铁路 他是四川三台县人 他当时在湖南贵州后面修了几十年的铁路 最后因为修建了 参与修建了这个武汉火车站 所以他最后跟外婆又定居在了这个 当时分配的家属区 武汉的这个铁路家属区里面 外公在我记忆里总是好像一种 跟周遭很不和谐的形象 因为我大部分看到的他就是 一直对着窗户或者是坐在床边 自言自语 但多数就是一些可能六七十年代的故事 我小时候其实不太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然后家人其实对他的这些状态 其实是比较漠然的 也没有什么交流 但我跟外公好像一直从小 是有这种很深的一种连结 我好像能感觉到他的那种孤独 从2019年的时候 新冠之前 我好像就有一种直觉 觉得他好像要走了 所以我开始反复地去了几趟武汉 开始给他做口述 然后这个时候 外公一生的很具体的记忆 才慢慢地浮现出来 那在外公去世了之后呢 我觉得我是潜意识里 好像不想跟他的这些记忆断开 我就开始到处找这些 也修建过成坤铁路的工人 我的母亲她是在铁路单位的工会工作 所以她其实想了各种办法 帮我找到这群工人 有一些其实她也认识 所以在这个寻访的过程中 我的母亲也陪伴我找到了几位工人 然后一起做采访 这群工人呢 其实大体上都是从50年代建国之后 就开始修铁路的 比如说50年代的保城铁路 成羽铁路 一直到60年代的成坤 再到八九十年代修到他们退休 就是一直在这个铁路沿线进行修建 然后我找到这些工人 他们有不同的工种 后来我才知道 除了这些打隧道的工人啊 挖山时的工人 其实还有专门放炮的这种放炮员 就是炸山的工人 也有司机 还有运输队的 就是各种都有 那我觉得很奇妙的一点是 他们其实在回溯自己的一生的时候 是会用 我修了多少条铁路来度量时间的 我们可以简单看到这条 连接了成都到昆明的铁路线 穿过的地形很丰富 有这种横断山区 然后也有地震带 然后大梁山 当时是在中苏 就是中苏关系破裂之后 中国进入了冷战语境 那当时中央就开始说 这是一条我们大后方非常重要的 军事的一条这样的要道 因为它途经的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其实是 潘枝花的区域 潘枝花煤矿 作为三线建设的一个重点工程 这些沿线的资源 对当时的这个军事策略就很重要 而且它的修建其实也很特别 因为为了赶时间呢 它其实是从昆明到西昌 然后成都往西昌 两边一起往中间同时修建 整条沿线密密麻麻的全部都是工地和工人 从昆明到西昌的这一段 它其实是铁道兵 我们比较熟悉的铁道兵修建的 然后从成都到西昌这一段呢 其实是当时的 属于原西南铁路局组织的17万工人 在这边来进行修建 那我见到的一些工人就会说 他们在网上或者是看到一些叙事 总是会说铁道兵修建的成坤铁路 但是他们这些普通的铁路工人 可能就是属于一种比较缺席的状态 他们对此其实是有点失落的 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有点疑惑 因为在所有的口述的采访里 这些工人都会反复跟我说 他们是怎么打洞子的 就是打隧道 那在我以为就是说 他们会提到铁轨这个词 但其实完全就是 几乎没有提到过铁轨两个字 到后来我才知道 因为沿线全部都是密密麻麻的山区 那其实是需要硬生生地 在这些山地里面打出密集的隧道 然后架起桥梁 它才能连通这条铁路 在当时修建这些隧道和桥梁 其实是没有机器的 跟50年代一样 是靠工人 徒手 就是凿出来的这条铁路线 他们当时的工具 像图中可以简单看到这个羊稿 还有一些锤子 然后去挖山石 还有风钻机打隧道 但是虽然他们的这些工具 是很简单很粗糙 但是他们其实也有自己的 修建的经验和智慧 因为50年代开始修铁路的这些老工人 他们其实积攒了一定的这种一线的手头经验 比如说有工人跟我说 那你进了一个洞 那你怎么知道这个洞会不会垮它呢 他们没有太多的测量的设备 所以他们是靠敲一敲这个岩壁 然后使用一些简单的工具 听那个声音判断这个地方是否有很高的风险 他们就把这些经验交给了新的铁路工人 也就是六四年为了三线建设 然后专门招工的这些新工人 那这些新工人其实大都是跟这些老工人差不多 来自于西南的山区 多是农村的 所以当时的情况就是越穷的地方 上铁路的人越多 然后工人还给我提到 他们当时最怕的是什么呢 就是泥石流和进洞子 就是打隧道 坚硬的这种山体你去打它的话 可能就是很难打 但是其实它相对是安全的 但他们一直提到说 他们很怕这种烂洞子 因为沿线有很多这种卡斯特的地形 沿层可能会松垮 所以有可能你打着打着 那松垮下来里面的工人就会全部被埋掉 所以关于这个陈坤铁路修建 它的死亡人数 其实最普遍的说法就是说 每公里就有一位牺牲的铁路工人 我遇到的隧道工曾国华 很详尽地跟我说过怎么打隧道 就是先用锤头在山体上面去凿洞 然后在这些洞穴里面放上炸药 可能一面十多个洞 或者是二十多个一起爆破 爆破之后它就会形成一个坑状 然后再用风钻机持续地往这个洞里面推进 过程非常缓慢 一天可能也就推进几米已经算很不错 当时这个风钻机其实有六十斤重 它们是从早上可能七点钟 六七点就开始 一直到晚上八九点 需要一直在洞里面举着这个风钻机 而且它会持续地大幅度地抖动 所以它们有时候说睡觉的时候身上也会不自觉地抖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在这个非常密闭的闷热的山洞里面 你持续打出来的粉尘没有通风 所以它会持续地被吸进工人的体内 因为修建铁路得西肺病的工人特别多 但是其实这个数字也难以统计 我小时候是临心地听我母亲提到过她的单位的一个朋友的父亲 这位工人叫蒋树文 他是四川大族人 也是建国之后第一批修建铁路的工人 那他其实西肺病之后很快就去世了 当时是为了拿到这个工商证明 所以他们家决定开就是验尸 他的妻子说后来是见到了他的那个解剖后的肺 就印得像石头一样 那在蒋树文去世之后呢 每个月是会有几十块钱的工商补贴 但是他家有五个小孩 然后所以是靠他的妻子在当地一直做这种重体力的灵工 勉强去维系整个家庭 他女儿告诉我 他对父亲其实没有什么印象 因为一两年可能才见到一次 他只记得有两年 他父亲老是背一袋那种用竹子削的筷子回家 然后带给他们 他其实还是觉得有点嫌弃那个时候 但是他后面就想 那可能父亲工作的地方是不是有一片竹林呢 后来我知道就是这个青台山的这个疗养院 它其实是因为当年修建铁路得西肺病的人过多 铁路局专门地修建了一个这样的疗养院在成都 给他们做这种临终前的疗养 现在已经完全变成废墟了 除了西肺病 我见到的很多工人还带着其他的工商 那今年我在广东韶关的一个铁路大院安置点 那一片全部都是当年的一线工人 就是最基础的隧道工或者是挖山石的这些工人 他们其中就是有抬钢轨的时候被砸拢了耳朵的 也有被压断了手指 也有放炮的时候炸瞎了眼睛的工人 然后慢慢地带着这些伤病衰老 然后在这个大院去世 最终其实他们都没有拿到 几乎都没有拿到工商补贴 我离开之前他们就说 其实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 大院里面已经陆续有二三十个老工人又去世了 所以其实在寻访的整个过程 我都有一种很紧迫的感觉 比起把他们的记忆当做一种存档的载体 可能我更像是一个通道 就是这些工人的记忆在我这里汇聚又相互的影响 这几年的寻访之后呢 我还没有去过梁山 但是我脑子里其实有很多梁山和这条铁路的画面了 所以去年夏天我就沿着这个铁路工人修建的北段 就从成都到西昌这一条沿线寻访 然后做了一些调研和拍摄 我当时是坐的这个绿皮火车去的 其实新线就是去年年底已经修通了 就是动车速度快了很多也很舒服 然后这个老线现在其实就每天一搬车 因为可以开窗 所以我能身体上很直观的感觉到 这个过程中都是密集的静动穿动静动穿动的过程 然后我也慢慢了解到原来他们真的打了很多隧道 我当时到的第一站是在浦熊 我先去浦熊其实是有一个原因 是两年前我在贵阳拜访过一位老工人杨明健 他跟我说过1968年的时候 在浦熊目睹过的一场泥石流 他当时是住在浦熊的一个回水湾 就是河水冲击在那里形成的一个湾地 然后一天下午他是听到外面的有人叫喊 他跟其他工友就跑出去看 然后就发现那个回水湾里面 其实沙石埋着很多遗体 他们就开始徒手去挖 然后陆续就挖出了33具遗体 其中也有跟着母亲来工地探亲的小孩 后来他们才知道 这些人是上游在尼波的一个整个工程队 一百多人全部被泥石流冲到下游 然后分散在不同的河道里面 有一些是尸体是找不到的 后来他们就用在旁边 因为有很多林场 就用林场的那些巨木制成了棺材 然后他们自己动手埋葬了他们的工友 大概就是在浦熊的陵园的前面和周围 除了这些刚刚我们看到有纪念碑的这些墓园在沿县 还有更多的是一些散落的 没有在这个纪念碑墓园里面的这些 当年的工人就地埋葬的这些坟墓 我当时在浦熊的时候 是一位遗族的大哥 他就骑着三轮车带我去寻找这些墓地 他知道我要去找坟墓 他就把车停下来问我说 为什么要去找坟墓 他说他很怕鬼 然后我就说了来由 他就沉默了一阵 然后又继续带我去 后来路上他就开始跟我聊起来 他说小时候他就住在这个铁路沿县旁边 然后那个时候他也会经常去工地玩 他记得那些工人对他们还特别好 就是会一起跟他们吃饭 然后让他们爬到那些机器上去玩 所以我跟他是在这个附近 很多都是那种被野草埋着 根本看不到痕迹的地方 去一点点地扒那些野草 然后找那些墓碑 我才发现有很多这些散落的墓地 它上面的墓碑是没有名字的 其实就是当时逝世之后就就地埋葬了 不知道是谁 那在这个地图上 我们可以看到浦熊再往西昌方向 有一个大拐弯的地方 火车线在这里有点像麻花一样的形状 那这个其实是陈坤铁路非常特有的一种 火车线路的设计叫展线 当时的火车没有办法爬上非常陡的山坡 所以火车需要在一个区域里面 就是这里看到有两层 它在同一片区域里面穿梭爬坡 绕着圈圈爬坡 有点像盘山公路 在这个区域里面呢 就可以看到很重要的 陈坤县的一个地点叫沙木拉达 当时我是坐火车先穿过的 这个沙木拉达的隧道 我过隧道的时候 就是我对面有一位阿姨就说 她很熟悉这个线路嘛 所以她就说 她说这个洞子可太长了 火车里面要黑个七八分钟了 然后因为开着窗户 外面的这个风吹进来 去年梁山特别热 差不多有四十度 但是吹进来的风是那种沁骨头的冷 而且湿答答的风 我见到了几位工人 他们跟我说当年在 还没有铺这个铁轨的时候 他们就徒步经过了沙木拉达隧道 这个沙木拉达隧道里面 是有一条岸河的 然后这个水是非常的冰 当年最开始开凿这个隧道的时候 那些工人就是泡在这种水里面去打隧道的 有一个隧道工跟我说 那遇到干的洞子就是得西肺病 因为粉尘特别多 那遇到湿的洞子 他说那你下半身就是跟这种 痛痒难耐的这种风湿病在一起了 然后我在沙木拉达停留了几天 后来我爬到这个沙木拉达的山坡上 就可以看到 从这个隧道口 删出来的这个陈坤县的火车 在这个山上我就遇到了一个90岁的遗族老人 叫阿希拉洛 他跟我说 在修建成坤铁路的时候 他们当地的这些遗族的青年 也参加了这个铁路的帮忙 他们主要是在山上砍下一些非常大的巨木 由于特别重 然后没有办法抬 所以他们是慢慢地滚下山 然后这些木头呢 最后就是用于在这个隧道里面作为支撑 让这个洞子不垮 沙木拉达的旁边有一个小站 叫洪峰 在这里山坡上也有一个墓园 它也有一个铁路工人的纪念碑 我在这个周围找到了一些墓地 碑文上有一些写着被阶级敌人杀害 或者是死于阶级斗争 我第一次在墓碑上看到这样的一些字眼 其实陈坤县的修建和文革武斗有好几年是完全重叠的 宫典上的这个斗针其实非常的激烈 因为他们其实有很多装备和机械是可以很容易地被改装成武器 我听外公说过当时有一个技术女工 她是被迫的就是将一些工程机械组装成了大炮 那这种武斗它可能到后面就是发展成工程队跟工程队之间的这种集体斗争 我也听工人说过有一个工程队为了自保 他们就自制了炸药引爆炸药 然后在他们的居住地的周围埋上 为了防止另一队的攻入 有很多工人跟我说过在武斗的这几年 他们想办法逃亡的故事 那其中其实我听得最多的就是 我外公从小到大跟我说了很多很多很多遍的一个故事 当年武斗最激烈的时候 大家都从宫典很周折地才能跑到甘洛县 在甘洛县其实当时是有运煤去成都的火车 然后大家都只能爬上那个火车才能逃回四川老家 外公当时很周折地逃到了甘洛 也爬上了这个运煤的火车的车顶 我记得他会反复地跟我说 就是那种在持续了很多天的恐惧 还有饥饿之后 在这个车顶 就是被那种煤渣塞满了鼻子 还有嘴巴的那种身体感受 而且要在暴晒之下 持续地再跟这些煤渣一起穿行跟火车 那个时候他就说他身边是有一个青年 他们开始一直没有说话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很谨慎 后来外公跟他搭话 那个青年才小心翼翼地说 他说他的父亲也是一个技术工人 现在还在工地上面被批斗 只有他一个人逃了出来 然后他知道外公也是被批斗的对象的时候 他就松了一口气 就分了半个馒头给外公 外公后面一直说 那半个馒头好像救了他的命一样 那其实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 我小时候他的耳朵就是聋的 有一支是聋的 然后头上有一道很深的疤痕 我小时候其实不太意识得到发生了什么 后来我就知道 其实都是在武斗的过程中造成的 我有时候会觉得 我印象中他每天不怎么出门 然后坐在窗边 就是那样自言自语的一个状态 其实像是一种就是精神创伤后带来的症状 然后这些症状就变成了这种反反复复的语言 就是把他拖在了那个时空里面 没有出来过 那外公去世之后 我找到了他同队的一个工友王福泉 王福泉当时几十年他在修建铁路的过程中 一直是负责在食堂炒菜做饭 他就跟我说到 他当时是很有印象 外公每天都在被打或者是被批斗 然后有时候会被反捆在他们食堂 不给他吃的 王福泉就会偷偷地给外公送吃的 但是这些其实外公都没有 生前是没有跟我们说过的 然后我继续往西昌的方向走 坐火车的那个途中会很明显地感觉到 就从那种北段非常激烈的地形 慢慢地跟着这个安宁河 到了安宁河谷 就变得非常的平缓 然后就来到了西昌附近的一个地方 叫曼水湾镇 这个镇在成坤铁路通车之后 再修建一条通往那个卫星发射基地的砖线 我外公在这里也参与了这个修建 待了一两年 我在曼水湾住在这条支县的旁边 就是一对夫妻的家里 他们的父辈呢 就是为了修建这个卫星发射基地 然后来梁山定居的 他们就一直住在这儿 然后他们也提到 其实一直都有那种 为了寻找在修建成坤县 可能牺牲了的这些工人 不知道他们的遗体在哪 他们的亲人会在后面的几十年 还是会来寻墓 这个大姐的父亲 就在十多年前 遇到了一位这样的人寻墓者 然后还成功地带他 真的在里州找到了他亲人的墓 他们也带我去了曼水湾的一个墓园 在这个墓园其实对我的心理冲击特别大 因为我当时一走进去 就一排排地扫上面的字 然后我看到很多都写着 四川三台县人 其实就是我外公的家乡 然后我就站在那里 会觉得好像我已经不太能知道 这些人是谁了 但是好像我又特别能知道他们是谁一样 我又去看了上面的这些 出生和死亡的年纪 其实差不多也就二十出头 那在寻访的整条过程中 我都遇到了很多 来给这个成坤铁路老县做维修的这些工人 还有这些机械车 他们把这个维修的过程是叫做铁路碳商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词非常的形象 这些过去的辉煌的这些建设 就是在走向衰弱 然后慢慢变成了废墟 但我会觉得其实它还在 以某种方式生长 然后也在沉默地向我们说话 在我这些年见到的这些工人中 我会问你有没有在后面去做过成坤县呢 然后很多都说没有 原因就是很简单 他们在修完成坤县之后 可能第二天就要去转到贵州 或者是湖南其他的铁路工地 根本就没有时间 然后这样一修修几十年 然后到老年之后因为身体又慢慢地不好 他们没有机会去做这条铁路 还有一些工人会知道 我去找他们的来由之后会说 你应该去找那些领导或者是管理人员 我们这些人就是又没有文化 说的话根本就不重要 那其实在三线建设的语境下 工人就是对他们的这种身份认同是很强的 我在前年遇到了这位在贵阳的工人吴陈青 他一见到我就说 我前几天看电视 就看到一个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评选 他说有这种大沁 红旗渠 他就问为什么会没有成坤呢 然后就反复地问了我好多遍 退休之后 他收藏了很多这些老照片 证书 还有资料 用一个小房间做这个专门的收藏 做成了一个小小的档案室 还有一些工人 他们是用写作来回溯当年的这些修建记忆 我认识的一个工人赵志胜 他当年参加这个成坤建设的时候 是从老家带了很多苏联文学或者是工人文选 到工地上 然后有空的时候就看一看 而且他一直在持续地写 他说因为从前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家乡 梁山的那个风貌其实是把他震撼了 而且他也除了写这些自然风光 也写工人劳动和日常生活的场景 然后在提到梁山特别动荡的那几年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他觉得人在面对具体的历史现实的时候 能做出的选择是很渺茫的 他就只能选择自己的小环境 他的方式就是写作 所以在修通了这个《成坤铁路》之后 1978年 他又重新回到这条铁路线 有点像现在的旅行写作一样 他就一站一站地进行调研 写作 采访 然后在80年代出版了这本《旅行在成坤线》上 而且他在这本书上的笔名就叫《整木》 我觉得这些工人 他们对自己的过去的修建的身份 他其实是有一种很强的认同感 但他并不仅仅是很多 《宏大叙事》里面说的一种 对工人的身份红利的理解 本来我在做这件事情之前 可能我的预设是一种 对国家主义叙事的一种单一的批判 但是我见到了他们一个个人之后 我会觉得他们对自己的劳动 对自己曾经的这些修建 是非常有认同感和自己的理解 比如说他们会说 这条铁路是我修的 这座桥是我修的 但是对比现在 其实我在梁山里面是认识了一个遗族青年 他的家人都在东部修建现在的高铁 那现在的高铁修建 基本上不怎么需要人 但需要一些零工 做一些简单的重体力活的零工 都是全机械化的 那他们其实是不会对自己的劳动和他们的修建 有以前的工人这样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的 那在这些寻访中 另外我感觉最深的其实还是 就是人在这种被迫的流动中 它的一个具体的境遇 这些铁路工人他因为常年 从十多二十岁就在外面 但成家又很早 他们跟家庭是非常疏离的 因为见不了面 我见到几位工人的子女 他们会说 他们都长到五六岁 可能也不认识自己爸爸长什么样子 还有就是在工地上 因为要排遣那种重体力劳动 还有这种孤独 常年在荒野做工的孤独 他们只能打不克牌 喝酒 用这样的方式 但在工地上养成的这些习惯呢 其实让他们晚年很难 回到家庭之后被接受 他们自己也很难跟家人再重新建立关系 那我也听说过有一些老工人是 他们最后晚年回到了家 但是没有办法融入 他又只能回到工地上去生活 另外就是他们的妻子 其实他们的妻子 没有直接参与到这个铁路修建的这个叙事里面 但是他们通常都是在老家 就是要承担养育孩子 照顾老人 同时还要打非常重的零工 在维系老家的生活 有几个奶奶也会对我说 她说我们的生活其实也并不比工地上面要好 过到哪儿去 我见到的这些工人呢 几乎最后都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乡 就像我爷爷还有外公一样 他们最后就是居住在自己最后修建的一条铁路旁 那我觉得这些地方其实很像我小时候 在那个大院生活的感受 就是感觉像在全国铺起的一个个小小的飞地 我们跟那个地方没有什么连接 他们有很多其实在晚年都没有适应当地的天气啊 还有会想念家乡的食物 但我觉得关于流动 最直接的表现其实还是口音 我在广东赵庆见到了一位浙江的老人 他因为修铁路六十年代就到了贵州 那我见到他的时候 他的口音就变成了贵州话跟浙江话混在一起 一种很特殊的普通话 那其实我自己对这种混杂的口音 是一点都不陌生的 因为我小时候第一次去市区读书的时候 我同学会告诉我 你说的是铁路普通话 后来我才意识到 那是一种就是在上个世纪的工业大迁徙 大流动的情况下 为了适应四面八方来的人要在一起生活 慢慢他形成的长成的这种混杂的口音 他其实就像一种没有根基 也不知道属于哪里的这样的一种话 那我有时候会觉得 他好像也像从内部行诉了我 就是让我觉得 我像是一个永远的异乡人 其实最开始做这件事情 我最初的动力是因为好像不想跟外公断开跟他的连结 那慢慢的这些年过后 我会发现我好像更理解了我的家庭 还有我自己的状态 然后我在铁路沿线看到的这些事物 以及这些老去的见证者 他们又在我这里生长出了更多的线索 然后我也希望以后顺着这些线索 慢慢的再去探寻 谢谢大家 谢谢